很多國內戰友給我訊息說 中國人尊重朱利安尼 這個讓我很驚訝 共產黨的高官怕朱利安尼 為什麼? 朱利安尼是搞定了紐約的五個黑幫家族 結果讓紐約的地產增長了幾十倍 中國共產黨自知自己就是黑幫 他就是擔心朱利安尼對他們使用RICO法案 所以我對他說 朱利安尼先生要使用RICO法案 朱利安尼當場就說 只要大選過後 美國一定會在美國的共產黨間諜系統 還有共產黨的家人家產 一定會使用RICO法案 而且RICO法案這次聽他一說 真是沒那麼複雜 原來他不只是刑事部門可以做 就是律師都可以做 RICO法案 朱利安尼就是有信仰的一個人 他真心說我去了耶穌 他最起碼不可以把我鎖入黑屋 我死了總比他們死了值得 我早死也不錯 替政府省點錢 哇這些什麼人啊 朱利安尼 他是真的有信仰 那天在川普總統白宮 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都感染了 就兩個人沒有感染 一個朱利安尼 一個Jackson 戰鬥室的Jackson 就兩個人沒有感染 因為他吃了窗綠葵 還有就是 上天沒有讓我走